据说人的歌声能震碎玻璃酒杯 因为声音的频率与玻璃的共震频率相同时 杯子就可能瞬间爆裂 并且在央视的一期节目上 黄妈凭借一首歌就震碎了11个酒杯 可人的声音真的有这么大能量吗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留言组决定先测试玻璃杯的共震频率 当亚当用力敲击杯子时 电脑检测到基因的频率在562Hz 然后仅仅将杯子放在音响的前方 并播放了相同频率的声音 但杯子却没有出现一丝裂纹 调音师认为原因可能是缺少了泛音 因为玻璃共震时不仅有基因 还有波峰较低的连续泛音 也许加上泛音就能震碎杯子了 于是他们重新播放了完全相同的声波 同时还在杯子里放入吸管来观察震动情况 尽管这次吸管被震得跳了起来 但杯子依然稳如老狗 经过一番研究之后 留言组决定在杯子后方放置一块木板 并且木板的中间开有5厘米的圆孔 因为亚当认为圆孔能改变声波的定向性 从而让能量集中在杯子上 果然在音响启动的瞬间 杯子立即爆裂成了碎片 很显然声音是能够震碎玻璃杯的 可歌声会不会有同样的效果呢 下面他们来到了附近的歌剧院 并邀请了著名音乐大师进行了测试 当大师通过音响唱出歌声时 玻璃杯瞬间就炸裂了 这让吉米忍不住要嗅一把自己的海豚音 但他杀猪般的惨叫声不但没能让杯子裂开 甚至还差点让亚当口吐白沫 大师表示可能是音调没把握好 于是经过大师的培训之后 亚当也进行了尝试 意外的是这次玻璃杯同样破碎了 可见只要控制好频率的高低 声音就能震碎玻璃杯子 那如果直接用嘴巴发声 杯子又会不会破裂呢 接下来大师拿起杯子开始轻唱 但很明显 相较于音响的大功率震波 嘴巴发出的声音能量要小很多 以至于大师换掉了12个玻璃杯也没能成功 可就在吉米都要打瞌睡的时候 玻璃杯竟然奇迹般震碎了 而通过仪器显示 此时大师的声音达到了105分贝 所以只要把握好发音的频率和大小 人声是可以震碎玻璃杯的 据说当你们的老板在高速上开车睡着时 我们可以通过超车减速的方式逼停他的汽车 但这样真的不会让老板走得更快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是否会导致车毁人亡 留言组决定亲自进行尝试 于是他们来到了当地的空军基地 但在正式实验前他们需要接受驾驶训练 英脸在撞车过程中当场开戏 而负责培训的是这位姓王的老司机 首次训练他们让凯莉来充当睡着的老板 而老王会指挥格兰从旁边抄到前面 并通过刹车迫使凯莉的车停下来 随着格兰的不断减速 凯莉很快就顶上了他的屁股 然后两辆汽车都平稳地停了下来 为了应对可能的突发情况 之后老王提高了训练难度 他将开车撞击前车的后挡一板 看凯莉能否成功化险为一 虽然这时汽车开始失控漂移 好在最后被凯莉稳定了下来 而这样也使得三人顺利毕业 但在高速行驶状态下 这种做法又是否可行呢 接下来他们开始了正式实验 并且测试中凯莉将在时速90公里下 松开油门和方向盘 以此来模拟司机睡着的情况 看格兰能否通过逼停的方式实现英雄救美 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凯莉启动汽车开始前进 当时速达到90公里时 格兰迅速超车到了前方 然后踩下刹车逐渐减速 并成功截停了凯莉的汽车 尽管操作非常顺利 但事后却发现凯莉的车 已经插入格兰的保险杠下面 而这种情况一旦稍有失误 将会车毁人亡 可这时凯莉表示 她的老板很喜欢在睡觉时踩着油门 那么这种情况下还能安全停车吗 下面凯莉将在120公里的时速下松开方向盘 并且会继续踩着油门前进 而托瑞则驾驶绿色汽车充当救世主 看她能否安全逼停失控的汽车 当凯莉松开双手踩油门时 托瑞立即超车到了前方 然后踩下刹车开始减速 虽然前车轮胎已经暴死大滑 并且很快偏离了跑道 可后车依然在继续前进 最终在撞击护栏前才成功停了下来 显然用碰碰车的方式可以逼停失控汽车 但这样的做法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事故 为了找到更加安全的截停方法 刘烟祖决定尝试两车夹击的方式截停汽车 同时凯莉也将一直踩着油门 很快三辆车以同样的速度撞击在一起 尽管最后成功停下了失控汽车 但格兰的车却出现失控打滑的现象 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实验方案 格兰在保险杠处安装一条横端 这样就能在不接触的情况下截停失控汽车 而老司机托瑞则在车前增加了一个尖锥 一旦插进失控汽车里就会放下铁钩 从而达到降速停车的目的 但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个才是最合适的呢 首先是格兰的横端方案 虽然碰撞产生了剧烈的颠簸 但汽车总算没有失控 并且三人还能完整从车里爬出来 最后测试的是托瑞的大铁棒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插入凯莉的车屁 当凯莉松开双手之后 托瑞就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直接戳进前车的后备箱并释放了铁钩 然后踩下刹车让凯莉的车缓慢停了下来 很明显这两种才是最安全的截停方式 但现实中是不允许这样改造汽车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尝试 据说飞机引擎的喷流门吹翻汽车 并且在里约热内卢机场 曾发生过这样的真实事件 一辆低势不顾警告闯入了机场跑到后方 结果被正在起飞的飞机喷流腾空吹起 可飞机引擎真有这么大推力吗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他们计划找评论区的铁粉借一架全新波音747 并决定启动引擎来进行吹车实验 但在飞机到达之前 他们决定先做个小型测试 看喷气引擎的气流到底有多大推力 于是他们弄来了两台小型喷射引擎 虽然它的功率相较于飞机要小很多 但启动时的喷流速度达到650公里每小时 同时能产生3.2吨的推力 可这又能否吹动汽车呢 接下来他们弄来一辆不要钱的全新汽车 并安排假人老兄塞进了驾驶位 以此来模拟开车的老司机 测试中他们将让两台引擎 在6米远的距离对准汽车喷射 等警理控制汽车到达预定位置之后 专家启动了喷射引擎 这时汽车上的招牌瞬间就被吹飞 并且随着转速越来越高 汽车开始出现剧烈摇晃 紧接着前后保险杠也被巨大的锋力直接撕裂 为了避免喷流的高温引爆汽车油箱 他们暂停了测试并对车上的汽油进行了处理 等重新移动位置之后 他们继续开始了测试 而这次他们释放了汽车外侧的轮胎气体 同时用千斤顶将另一侧抬高 以便让车身倾斜从而更容易被吹翻 可尽管随着推力越来越大 汽车开始被吹得向外移动 但最终却没能将车掀翻 那如果换成推力大8倍的波音747飞机 它的引擎是否能轻松将汽车腾空吹起呢 接下来他们继续开始了测试 为此他们找评论区的粉丝借来了波音747飞机 而这种身长76米的飞机拥有四个巨型喷射引擎 并且每个引擎能产生25吨的推力 实验中他们会让汽车在距离飞机30米远的距离驶过喷流区域 但由于没有铁粉自愿来充当司机 所以他们礼貌地将假人老兄塞进了驾驶位 然后等老兄做好心理准备之后 专家启动了飞机引擎 这时巨大的气流从引擎后面喷出 但还没等汽车达到预定位置 地面的力清就被强风吹翻起来 他们只能暂时关闭了引擎 然后清理好地面后再次开始测试 当引擎到达最高转速时 汽车被缓缓拖入喷流中 可下一秒整个车身就被腾空吹起 并连续翻转几圈后落在30米外的位置 而假人老兄也在流言组的狂欢中拧断了脖子 可见飞机引擎的喷流威力确实能轻易吹翻汽车 那如果换成更重的校车和不要钱的私人飞机 实验结果又会不会改变呢 接下来他们将校车结构进行了加固 然后贴心地为老兄系上了安全带 可当校车刚进入喷流区域的瞬间 十几吨重的车身就被吹起两米多高 随后同样翻滚了几圈后摔成了一堆废铁 现场状况简直惨不忍睹 而可怜的老兄也变成了铁包肉 最后上去送死的是私人飞机 而他还没进入喷流中心就直接栽了个大跟头 并且被推出了几十米远 那如果让你站在飞机喷流后方 你又能坚持几秒呢 据说如果在充满煤气的房间里 开枪会引发爆炸 但只要将牛奶放在枪口前 就不会引爆气体 因为牛奶能吸灭开枪时产生的火焰 并且在电影《精纯节》中 摩根弗里曼就利用这个原理 在充满瓦斯的房间中击杀了歹徒 可牛奶真的有吸灭枪火的效果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还原电影中的情节 由于房东不允许他们做这样的实验 所以他们只能用木头打造一个简易厨房 并且房间的正面为可翻转的透明设计 以便观察内部气体的燃烧情况 同时还能释放爆炸的气压 之后三人在爆炸试验场搭建好了房间 但因为找不到志愿者扮演歹徒和警察 他们只能礼貌地请出假人老兄进行代替 之后凯莉把手枪固定在支架上 并且枪口对准了牛奶瓶 而格兰则在旁边安装了点火装置 同时托瑞用输气管道连接好房间与气管 由于甲烷的最佳爆炸浓度为10% 所以实验中他们将在这个浓度下进行开枪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拧开阀门开始冲入甲烷气体 当甲烷浓度达到10%时 凯莉拉动了开枪的绳索 尽管牛奶被崩的到处都是 但甲烷确实没有发生爆炸 难道看似荒诞的流言真的符合实际吗 而为了检验房间是否满足爆炸条件 格兰启动了点火装置 这时房间瞬间发生了爆燃 这就意味着手枪的火焰确实不能引爆房间内的甲烷气体 可究竟是不是因为牛奶熄灭了枪火呢 之后他们重新安装好了子弹 并撤下了枪口前的牛奶 等托瑞冲入相同剂量的甲烷后 他们再次扣动了扳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次房间依然没有发生爆燃 但当格兰按下点火按钮的瞬间 房间内的空气却一点就爆 所以从这次实验结果来看 不管手枪前有没有牛奶 都不能直接引爆房间内的甲烷气体 那如果换成威力更大的枪测试 结果又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接下来他们决定先做个小型测试 看什么样的枪开火能直接点燃甲烷气体 于是三人在集装箱中打造了一个透明箱子 以此来模拟电影中的场景 然后格兰将枪口对准盒子侧面的洞口 等托瑞网里面冲入的甲烷气体达到10%时 凯莉立即拉下了开枪的绳索 虽然子弹成功激发了出去 但盒子内的甲烷并没有被引爆 而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开枪火焰只持续了四分之一毫秒 显然这点能量是不可能引爆甲烷气体的 所以他们换上了装药量更大的9毫米格洛克手枪 可经过重复相同的实验他们发现 虽然这次火焰比之前大了很多 但依然没能引爆甲烷气体 所以他们最终决定用马格兰手枪进行测试 而这种左轮式手枪在激发时 会有大量火焰从枪口和转轮间隙喷出 可这样又能否成功引发甲烷爆炸吗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尽管这次的枪火已经非常明显 但是依旧没能引爆甲烷 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他们只能将甲烷换成氢气进行测试 因为氢气被点燃所需的能量 只有甲烷的15分之一 而当凯莉拉动扳机的瞬间 剧烈的爆炸吓得几人连连后退 这次枪口的火焰终于引爆了可燃气体 可牛奶真的能阻止这样的爆炸吗 随后他们重新制作了模拟厨房 开始正式实验 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在房间内安装了两把手枪 并且在其中一把枪口前放置了牛奶 等托瑞往里面冲入好清气之后 凯莉激发了被牛奶堵住的手枪 随着一声爆炸 房间直接被炸得四分五裂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 牛奶根本就不能阻止枪火 引爆房间内的可燃气体 据说只要车速足够快 测速相机就来不及抓拍 可这种说法真的可行吗 留言组为了让大家避免开罚单 经理决定先用自己的老爷车进行测试 而眼前的这台测速相机就是今天要挑战的主角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他曾为财政创造了不菲的收入 当经理驾驶汽车以极限速度冲破测速点时 毫无疑问相机清晰拍下了车牌 可见普通汽车很难逃脱测速相机的魔爪 考虑到给我点赞和评论的粉丝都能开上蓝波经理 于是他们用超能力搞来一辆大牛 因为它的6.5升V12引擎足以超越一般的家用轿车 但测速相机又会不会卖它的面子呢 这次将由亚当进行测试 亚当猛踩油门开始向前冲 尽管速度达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但测速相机却清晰拍下了照片 经理认为亚当没有发挥V12的全部性能 于是又让职业车手进行了测试 这次大牛的速度增加到225公里每小时 这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轿车的极限值 可依然被测速相机开出了罚单 如果这都不能逃脱它的罚眼 那普通汽车更加不可能了 而为了找到测速相机的拍摄极限 最终他们向粉丝借来一辆速度更快地也受好 它巨大的窝喷发动机能加速到480公里每小时 当专家启动车子的一瞬间 尾部就喷出巨大浓烟 然后以400多公里的时速穿过了测速点 这闪电般的速度终于让相机来不及反应 因为测速仪的原理是根据反射的脉冲信号来启动抓拍 而一旦车速超过一定数值 相机就会来不及启动 可尽管他们找到了逃避罚单的有效方法 但几乎没有汽车能达到这个速度 所以大家开车一定不要超速 据说气球的胜利能将小女孩带上天 并且在喜剧电影中有这样的情节 憨斗先生为了哄小女孩开心买了一串气球 然而当他付款的时候却发现 小女孩已经被气球带到了半空中 可气球真有这么大的胜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将用这种方式遨游太空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测量单个气球能提供多少胜利 于是他们将10个气球绑在一起 然后在下面悬挂回行针 当回行针的重量为100克时 气球刚好达到了平衡状态 可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小女孩充当志愿者 最终凯莉为了50块出厂费 贡献了自己的亲妹妹 并将她放在电子秤上进行了测量 由于凯莉家的伙食油水丰厚 年仅两岁多的小凯莉居然长到了20公斤 之后他们通过计算得到 想要克服小凯莉的体重飞上天空 那么最少需要2070个气球 而为了赚取更多实验经费购买气球 他们先找了份兼职的工作 随后留言组来到楼下的便利店 帅气的老板推荐了利润最高的普通气球 等他们采购回来之后 他们开始给气球充气 但狡猾的老板只给他们配备了一台充气机 而这样充满25个气球需要两分半钟 并且他们用计算器反复计算得到 需要4个小时不断充气才能满足实验要求 然后在几人加班加点的努力下 他们终于吹起了2100个气球 可这真的能将小女孩带上天吗 但凯莉为了避免小妹一非不复返 她决定先用同等重量的假人进行尝试 可当他们绑定好气球时 假人却丝毫没有上升的迹象 因为由于气球的质量不太好 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 早先吹起的气球出现了缓慢漏气 从而导致气球的生力满足不了预期 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留言组只能继续疯狂吹气球 最终在达到3500个气球的时候 小凯莉被他们绑在了安全带上 这次女孩真的能飞起来吗 而当他们松开绳子时 小凯莉竟然开始缓慢飞了起来 如果不是屋顶挡住了气球继续上升 这个小女孩估计真要上天了 尽管耽搁气球的生力非常有限 但只要数量足够多 气球真有可能载人飞天 本次实验来源于纪录片流言终结者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奇葩实验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个实验见 据说有个大聪明为了越狱 他将塑料膜铺满整个房间 然后往积攒十年的泡腾片上倒满了水 结果产生的二氧化碳直接撑破了牢房 可促进消化的泡腾片真能实现越狱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留言组决定先测试泡腾片 能否产生足够的二氧化碳 于是两人组装了一套测量装置 当泡腾片掉入水中时 产生的二氧化碳会将锥形瓶中的水压到烧杯中 而通过测量水的体积 就能得到二氧化碳的多少 吉米首先将一颗泡腾片丢进水中 等它完全反应之后 它们得到了80毫升水 那么两颗泡腾片会不会产生160毫升气体呢 可当吉米放入两颗之后 测得水的体积却达到了275毫升 之后它们再次加倍了泡腾片的数量 结果得出数量与体积却是成指数增长 但测试主要是看气体压力的大小 于是它们将压力计连接在装置上 然后进行了相同的测试 可每增加一倍数量的泡腾片之后 其产生气压的大小会增加1.5倍 而为了实验更加严谨 吉米拿出了更大的测量装置 但通过几轮测试之后 它们发现 随着泡腾片数量的加倍 气压增大的倍数会逐渐降低 最终在20磅每平方英寸时达到了极限值 显然泡腾片释放出气体的压力不会无限增加 可这样的压力真能撑破坚固的牢房从而实现越狱吗 下面吉米用玻璃搭建了一个迷你牢房 并在里面套上塑料袋 然后将100颗泡腾片和水放在牢房里 将四周完全密封之后 吉米开始摇晃牢房让水与泡腾片充分混合 可还没等它放下来 玻璃牢房就已经被炸开 但此时还只有一小部分的泡腾片发生了反应 之后它们又进行了多次测试 而无一例外都能轻松将玻璃撑爆 看来用泡腾片实现越狱还是很有希望的 接下来留言组抓来了几个撞钉 并逼迫它们建造了一间水泥牢房 而为了方便观察里面的情况 它们还为牢房安装了防弹玻璃门 同时保证整体比一般牢房更加坚固 随后吉米通过勾股定理计算得到 假设囚犯每餐可以偷藏两颗泡腾片 那么10年就能收集2.2万颗 可这个数量的泡腾片真能炸开水泥牢房吗 接下来亚当将压力剂安装在墙面上 然后他们在牢房内沾满了塑料膜 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象征性地用假人老兄代替 但由于产生的二氧化碳会使人中毒 所以两人将假人安排在塑料膜的底部 这样也许还能正常地呼吸 之后他们把2.2万颗泡腾片倒在了地上 等所有人躲在安全位置之后 他们打开了水管的阀门 可当他们注完计算好的水量时 压力剂依然没有丝毫反应 同时在外面还能闻到奇怪的气味 两人认为塑料膜存在漏气 于是他们暂停了实验 并且将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 为了让反应更加剧烈 井里在屋顶安装了更大的水管 由于手上没有更多的泡腾片 他们在浴缸中倒入了小苏达进行代替 而剂量加起来相当于10万颗泡腾片 刚开始他们先注入了少量的水 此时压力剂开始出现了摆动 等确认房间内不会再次漏气之后 工作人员启动了抽水机 水滴如喷泉般洒在泡腾片上 很快牢房的压力迅速上升 随着反应的剧烈进行 巨大的压力将牢门都挤变形了 当压力达到4磅每平方英寸时 防弹门竟然直接爆开了 虽然泡腾片确实能撑破牢房 但没有人能在高浓度二氧化碳条件下存活 并且巨大的压力也会将人压扁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尝试用这种方法运用